成功拦截弹道导弹 提升保卫本土能力 对世界导弹拦截技术产生制衡效应 近期导弹拦截技术也成为了大国博弈的热点 美国就准备向俄罗斯提供欧洲反导系统的导弹参数 为的是希望俄罗斯相信美国与北约的反导系统 根本无法拦截俄罗斯的导弹 并希望美俄之间有更深远的军事合作 像拥有比较大规模的战略打击 或者传统讲的饱和打击能力的国家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我认为美军的导弹防御系统 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特别是考虑到新一代弹头 具有改变弹道 改变轨道这样一些新的能力 所以它应该讲是很难对付的 中国从未宣布过自己的洲际弹道导弹对准谁 但美国媒体仍在不断炒作中国导弹威胁 在过去20年中 中国约有24枚东风5洲际弹道导弹 这是唯一能到达美国的导弹 据悉这些导弹几乎都未裂装 但美国却在阿拉斯加裂装了18个洲际弹道导弹拦截系统 美国媒体还认为 解放军拥有的核弹头数量超乎想象 甚至挖空了大山藏核弹 美国媒体称 中国实际拥有240枚核弹头 大多都裂装在弹道导弹上 这些导弹中仅有少量的东风5可以到达美国 也因为如此 日前东风41替代东风5进行服役的消息 也让美国异常感冒 美国认为东风41导弹可通过特定的卡车进行移动 起速和发射 射程为15000公里 可覆盖美国全境 不过美国也在寻找导弹拦截系统之外 制衡中国的武器 上周五 美国防部发表声明说 一架超高音速飞行器是非成功 并击毁一个预定目标 这个飞行器利用三级推进火箭发射 进入地球大气层预定轨道后 开始超高音速滑翔 可在一个小时内 对全球范围内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那大国的关系呢 是建立在所谓核威慑这个基础上 所以这种洲际飞行呢 常规弹头的打击弹头 怎么样避免核反击呢 它在政策上也很难以解决 当然技术上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这次是非成功这个飞行器 它在过去曾经已经试验过两次度失败 对